欢迎您准时收看本期的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我是主持人CC 本视频仅对市场行情做以分析 并未将您的个人目标以及财务状况考虑在内 在上个交易日 现货黄金有涨转跌 在触及到日内高点1327.7美元每盎司之后 回落至日内低点1317.46美元每盎司 最终日线收线一根具有上下引线的阴线 昨日日内公布的美国2月Market服务业PMI中值录得55.9 符合市场预期且创下2017年8月以来的新高 这也表明了目前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稳步上涨 而美国ISM非制造业PMI公布值为59.5 低于前值以及预期值 ACY西万认为 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进口钢和铝 征收高关税的消息引爆了市场 致使现货黄金在日内产生了巨大的波动 而在本周一 特朗普又发表了最新的言论 扭转了之前对于贸易关税的强硬态度 暗示着钢率关税豁免的可能性 此积极信号一传出 美元指数是逼近了90关口 美元指数的走强也令现货黄金承压下挫 致使金价回吐日内涨幅并进入到跌势当中 此外随着美联储三月一席会议的临近 现货黄金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本周投资者应该重点关注 本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 如果此次非农数据好于预期 则可能会令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升息三次的预期更加的强烈 届时将会对现货黄金产生一定的打压 因此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 技术面上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现货黄金目前处于布林带中下轨之间 受到20日均线的压制 金价下行的风险依旧存在 操作上目前建议的是 甭高做空或者是观望状态 建议关注20日均线附近的压力位1328一线 下方的支撑位关注5日均线附近的1320一线 后市中建议您重点关注 11点30分澳洲联储公布利率决议 23点整加拿大2月计条后PMI 美国医院耐用品订单月率中值 美国医院工厂订单月率 请投资者不要错过这些重要信息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 您可登陆ACY官方网站咨询专业客服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与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主持人CC 我们下期再见